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带你来看 基隆市议员们非常关心国门广场的计划 基隆市长林佑昌亲自向议会报告 借着国门广场计划 把基隆港内第一排全部打通 变成人形环境和人本空间 基隆市议会议员们非常关心国门广场的计划 基隆市长林佑昌也亲自向议会报告 就是要借着国门广场计划 把基隆港内港第一排全部打通 变成人形环境和人本空间 我们希望借由整个国门广场的一个计划 让整个基隆市的内港的第一线 也就是内港的第一排 应该全部打通 变成是一个人形跟人本的环境和空间 所以刚刚跟各位介绍从西岸西四五六 未来到西二三 然后连接的我们的海关的大楼的 现在的海岸的这个空间 一直接进来国门广场 然后接到海洋广场 那现在旭川河口正在进行 这个人工平台的一个衔接 那到游轮广场会在田辽河口的平台的衔接 这部分旭川河口的工程已经都在进行 我们预计可以在今年的陈伯会之前 我们的旭川河口的人工的平台可以完工 那旭川 对不起 田辽河口的人工平台跟游轮广场的第一起的部分 也就是人工平台的衔接 衔接到东岸的旅客大楼 第一起的部分 也会在陈伯会之前完工 那第二起的部分 也就是大家有看到那一个 整个的一个施工图愿景图的部分 就是衔接我们的东岸的商场跟文化中心 还有游轮广场跟东岸的那个游轮旅客大楼的 这个大平台 会在这个陈伯会完成之后 然后接续东工 那不过他并不会就是工程会因为这个陈伯会所延宕 因为他都是刚购的这部分 所以他可以在刚购场里面继续进行施工 然后到时候陈伯会完成之后 再进场进行阻力 所以东岸的游轮的广场 预计是可以在明年底之前可以完工 对于市长林佑昌积极推动国门广场 以及陈伯转运站这两项让激动市脱胎换骨的重大工程 激动市议员张芳立也肯定林佑昌的魄力 林佑昌积极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地方 它很小 为什么以前的市长 大家都不敢去动这个区块 因为一动就非常的麻烦 但是你做有劈力的 你有办法把我们目前最困难的工作 做完你再下延 我们都会双手鼓掌 所以我建议说 我们任何的一个工程 当然是要维护到市民的安全 也要维护我们的工程的品质 很多东西 在仁爱区要来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非常的困难 都是很困难 但是我们也是要给它突破 因为激动市 最好的一个地段 就是我们这个激动港 激动港的附近 还有声音 还有我们一个火车头 基隆火车站 真的是影响我们基隆市 目前发展非常大的一个阻碍 因为它那个地路 虽然说非常的短 但是猜又不能猜 你要做任何的一个改变 也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是相信市政府 绝对有办法把我们这个工程做好 市议员同志委 则提醒市长林佑叉 将基隆火车站以及内港 也就是基隆市的门面 整体脱胎换骨之际 别忘了火车站旁边的地下道 也要一并改善 综艺路接下来会是 116年基隆市最大的改变 但是我从上一个会期 一直追踪的地下道问题 可能各单位都没有提到这问题 有点担心地下道又会变成 这个有名的家 以上提醒一下市政府 谢谢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施打疫苗 基隆市卫生局长表示 依照中央的规划 基隆市应该施打的总人数 大约为17万人左右 市议员则是建议打疫苗时 市长林又昌和市府一级主管 应该要带头接种 才能让市民安心 真正做到有政府 请安心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施打疫苗 基隆市议员也非常关心 疫苗到台湾的问题 基隆市卫生局长吴泽成表示 依照中央的规划 基隆市应该施打的总人数 大约为17万人左右 不过没有强迫性 大致就是分为这十类的人员 那总共全台湾需要施打的是 1358万人 而基隆市必须要施打的是 大概1万20 17万020人 大概全部的部件大概是这样 市议员则是建议开打疫苗时 应该由市长林佑昌和市政府 一级主管带头接种 才能让市民安心 跟着接种疫苗 真正做到政府宣传的口号 有政府请安心 特别是已经进来台湾 但是很多国家都暂缓施打的 AD疫苗 三个月后 当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打疫苗了 只有你台湾人民不打 那对台湾将来的经济观光啊 就有很大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我觉得林市长你必须要有方法 有信心啊 来鼓励去用市民来接受施打疫苗 我相信每一种疫苗都有它的副作用 那它的效益啊也绝对大于风险 绝对比不比较好 问题是你 你执政的市政府 林市长 卫生局局长 你怎么样提升市民的信心 我在这边建议 疫苗进来之后 请市长啊 率领一级主管先施打 这样就是给市民最好的信心啊 你们都不敢打市民怎么敢打 在感谢台湾的这些国家 包括美国 是不是应该这方面应该赶快伸出援手 让这个灰烈疫苗或是莫达纳疫苗 赶快进来台湾 让台湾的民众可以赶快来施打 因为从以色列 它施打疫苗的报告 很多国家的施打疫苗 打了以后 它的确诊率降低 它的死亡率降低 表示这些这个疫苗是有效的 所以在这边 虽然我知道 这个不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不是卫生局的全责 但是这个是中央 中央地方是一体的 尤其政府时常做这个广告 有政府请安心 让希望我们中央政府 真正在疫苗方面 能够实时做到 让民众能够安心 能够赶快来施打 这个菲瑞跟莫德拉疫苗 议长蔡旺连认为疫苗问题 主要是中央的职权 因此直接下决议 因为本案 攸关中央的政策 如果找我们吴局长 来谈一个结论出来 我想不是会很明确 在这里 我们总是也要做一个 简单的结论 给各位议员做一个参考 我们的结论是 市府应该主动积极掌握疫苗 施打的旗程 以接种作业的准则 提供市民正确 即时公开的医疗资讯 让市民安心接种疫苗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农历二月初三 是文昌帝君的生日 既用慈云寺 特别举办了文昌帝君 诞辰的祝寿活动 许多信徒 特别带着芹菜 菜头 葱 粽子和包子等贡品来拜拜 祈求文昌帝君 保佑学子 读书顺利 考试金榜提名 一切平安 农历二月初三 是文昌帝君圣诞 慈云寺文昌帝君殿 涌入信徒 为自己或家人 祈求求学一路顺利 或是考试金榜提名 今天是文昌帝君生日 我带寿桃寿命 来帮我孙子祈求他聪明 有智慧 担到菜头喝菜头 橙子让孙孙聪明 轻轻让他们滑滑 一切平衡 我带到文昌帝君祖 他的笔 跟国家社 笔一笔称桃 文学比较好 今天是农历二月三号 是我们文昌帝君 圣诞千秋 我们文昌帝君非常明宴 很多人来求都会考上 不只是考试 学业进步 还是不是说学生的考试 有的是说普考高考 都非常明硬 今天虽然不是假日 也是很多家长来 拿那个贡品来拜 桌上贡品可以看到 有芹菜菜头葱粽子和包子等 这些贡品都有着特殊的意涵 同学有空 需要不要说要考的时候再来拜拜 普通时候都来拜拜 成绩都很好 我们文昌帝君是非常明硬 通常他们来拜拜 都是带菜头 豪彩头 葱还有芹菜 那是表示勤快 葱是聪明 还有很多 我们桌上很多达谢的 都是考上 真的考上来达谢的 包子 包种 种是高种 所以准备这些贡品来拜拜 都是很诚心诚意的 这个就是进来达谢的 都考上考得很好 慈云市文昌帝君灵验 因此可以看到不少信徒 准备的还原供品 感谢文昌帝君的保佑 中家新闻综合报道 林永昌上任金融市长时 金融市的电丸店家数达到77家 密度远超过双北 在市长林永昌的要求下 金融市警察局雷霆风行 进行了取缔扫荡 六年来查获涉嫌赌博的电子游戏场 高达32家 不法赌资2645多万元 而实际仍然在经营的电玩家 仅剩28家 警方表示将持续弃查扫荡 让金融市民安居乐业 这次日前金融市警方 于新一路查获赌博电子游戏场的成果 共查获机台与IC版104组 及高达700多万元的赌资 据了解 金融市长林永昌上任后 就积极要求警方查期违法的电玩店 六年来 让原本的77家电玩店 大幅减少到上28家 仍在营业 成果丰硕 市长刚上任的时候 就发现 基隆电玩 赌博性电玩等等 这些的密度 怎么比我们周边的县市 都来得高 那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赌博电玩 对治安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基隆这几年来 事实上我们在城市的治理 在环境 在景点各方面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都一直在改善 金融市警方也进一步说明 查期方式与成效 104年 查获了7家 105年 查获了5家 一直到110年2月底子 我们本局 总共查获了32家 赌博性电子优异厂 也查扣了机台 2382台 那步伐的赌资 更高达新台币 2645万 9939元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110年的1月 第二月 查获在 新一路的某家 赌博性电子游异厂 其中 我们查获的 机台跟 机板 总共有104组 步伐赌支 更是高达 706一万元 查获的赌支 是我们历年来之最 所以实际上 未营业的有49家 换言之 到110年的2月 本市 实际 列馆 以业 有造 电酒店场所 仅剩28家 由于不少电玩店 都是挂羊头 卖狗肉 以合法掩护 非法进行赌博 金融市警方表示 将继续查器 扫荡 违法电玩店 让金融市民 安居乐业的生活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为了推广 金融棒球运动 金融市议员 童子伟 在委托行街区 转播中华职棒 开幕站 并邀请家福棒球队 与金融市 各级棒球选手来观赛 鼓励选手们 交流球技 也让各界了解 近年来委托行的蜕变 看到支持的球队 有好表现 小选手们 开心的大声加油 这是由金融市议员 童子伟 与金融市 梦翔起飞协会 及仁爱区 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共同主办的 中华职棒 32年开幕赛 转播活动 特别邀请 金融家福棒球队 与各级棒球选手 齐聚委托行街区 观看职棒赛事 一起为中华职棒加油 我喜欢兄弟像的 李正常 我的守备位置是 投手 我想要像他一样 成为好的终结者 我觉得家里是 我支持中兴兄弟 我最喜欢的球员是 中兴兄弟的陈文杰 他虽然没有很强啊 可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是因为他跑很快 而且他跟我一样都熟 他爷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一起 看球赛觉得蛮开心的 而且也不会无聊 我支持的球队是中兴兄弟 我支持中兴兄弟 喜欢的球员是陈家军 希望长大后可以跟他一样成为很厉害的拥手 这也是继去年冠军赛后 委托行街区再次举办直棒转播 希望推广基隆基层棒球运动 也让更多人感受委托行的改变 委托行从去年就是冠军赛的第一场 就邀请基隆家府中心社区棒球队来这边 有些人就说明年开幕战的时候 再邀请你们来 哇果然说到做到 非常的有行动力 我们希望在委托行 他可以形成一个我们的 非常好的棒球文化 让我们基隆不再是棒球沙漠 那当然要感谢教育处的大力支持 也要感谢我们后备 后备指挥部的大力协助 那我们今天可以顺利的把这个比赛来办起来 那希望未来委托行可以长期的 不管是有各式各样的市集 还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最主要我们就要做街区再造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同主委表示在取得授权的前提下 未来将不定期在委托行街区 转播各项运动赛事 协助提升基隆运动风气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导 基隆此云市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市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此云市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七堵的百福 独北十建及六堵这四个里 上百位的居民在里长的带领下 到六堵科技园区台湾荒川化学工业公司外面 来抗议生产过程中 排放有害气体 影响居民的健康 刚好遇到市议会 安排到现场考察 议长蔡旺莲就接受了民众的陈情 强调会处理这件困扰当地居民多年的问题 而荒川化学工业公司也表示 公司生产过程一切是符合法规的 也愿意听取居民的建议 在独北里长林俊德 百福里长何孟翰 十建里长吴立如 以及六堵里长廖国勋带领下 上百位来自这四个里的居民 拉白布条抗议 位在六堵科技园区里面的 台湾荒川化学工业公司 在生产原料中 排放有害气体 影响居民健康 刚好遇到基隆市议会 安排到现场考察的行程 议长蔡旺莲带领议员们 接受民众陈情强调 相信大家不是排伤 也不是返伤 而是希望厂商改善空污 身为民意代表 他有义务和责任 为乡亲们处理这件 困扰当地居民多年的问题 我们不是在排伤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贪大钱 因为他们可以造就 我们地方很多就业机会 但是他们要贪钱 要够我们的朋友的伯父 因为已经几十年来 大家都有辟到一个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味道 最称之我们都不是称赛公共的 在百亚社区 住过超过半年以上的人 每一个人 你跟街头行为叫来问 十对大家都有这个欢迎 那个味道就是一个化学味 他们的化学 我们今天一定要来了解 到底你们这个空气污染 有对地形造成多大的 这个生活应用还是没有 对我们的身体 有造成什么病情还是没有 但是如果他们有需要修改的部分 我们需要把他们的生三片的机械 可以再转播 再提醒 再修改 不要索性我们的风亿病 包括我们百亚社区也好 都南利也好 中安社区也好 有批丘米的感觉是不好 因为我穿在地下 我过六十年来 做这么高的民理代表 我如果没站出来 就这个议会来发声 我对不起我本身的这个计刑 我也对不起地区 议长蔡旺莲也心疼在大太阳底下 乡亲抗议的辛苦 呼吁大家表达完意见就先回家 这件事情一定会带回示意 会讨论 会要求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 妥善处理 要求厂商改善 给乡亲们一个交代 而台湾荒川化学工业公司 也展现诚意 除了在基隆市政府秘书长 以及环保局长等人陪同下 接待议会议员考察团 听取台籍董事长 和日籍总经理亲自简报之外 并且带领议长和议员们 参观了解公司工厂内部 各项防止污染和生产设备 台湾荒川化学工业公司 也强调工厂生产过程中 一切符合法规规定 也愿意听取居民的意见 五十几年来 我们公司都是有依照 国家 政府 环保局 工业局的规定 中规中矩的去增加设备 在我们公司里面的设备 最少有 百分之三十三成以上 都是利用在我们的环保 投资在环保设备上 然后我们公司经常是接受 工业局 环保局 消防局等等的考验 而且市政府 拿我们公司当成一个模范 经常就有很多 如果什么 举行什么活动的时候 就拿我们公司当成模范 到我们公司来实习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看到公司有什么意见 尽管跟公司提出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善 生产纸张以及用自然松树松香 生产包括树枝黏灼剂 以及汽车面板调色均匀剂等各项原料 总公司在日本的台湾 荒川化学工业公司表示 当年应工业局招商来 基隆六堵设厂投资 多年来度过六堵工业区大淹水时期 不但没有撤资 而是持续更新各项设备改善 也提供百福社区 以及六堵地区民众就业机会 一定会听取居民的意见 如果需要改善就会改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中和国小哲学 其实邀请到医生歌手李正林 来分享创作故事与台语之美 近两年来 他以台语写歌获得了文化部的补助 他希望以歌曲来疗愈人心 心健康了 身体也会跟着健康 一出唱了先来一首歌曲 祝你生日快乐 颠覆对台语歌曲的想象 结合Rap 生日歌曲唱出轻快与祝福 医生歌手李正林 作词作曲备受肯定 还获得文化部的补助 这次受邀到基隆中和国小 与孩子们分享创作故事 也希望孩子们能感受台语之美 很荣幸接受我们刘校长的邀约 来中和国小 跟小朋友们交流 我之前曾经到过另外一个国小 那一开始小朋友他们好像对台语的兴趣比较缺乏 那后来经过一堂课以后呢 很多人都说他们现在开始比较喜欢台语了 那我就想要把这样的喜悦跟这样的经验 跟中和国小的学生们来分享 那期间我们可能也会讲到我们的一些创作的理念 或者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喜欢台语呢 因为我们是不是住在台湾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对我们的文化都要更珍惜 那当然还有以后因为我们要帮助别人 所以如果你能够懂得台语的话 就更能跟人家交流 听到人家的心声 所以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课程 能够让小朋友对台语更有兴趣 疫情期间 李医师也特别创作洗脑歌曲 让民众54秒学会抗病毒 非常开心的请到这个李医师 他真的是非常特别 我们眼中的医生只是穿个白袍看病人 但是这位医生呢特别不一样 他会作词作曲还会唱歌 为了宣扬台语 他近年来也尝试台语写歌 推出新专辑 不但受到音乐才子郑静医 台湾鼓王黄瑞峰肯定 还获得文化部的补助 身兼医师歌手 他希望用歌曲疗愈大家 他到校园来呢 推动这个怎么样用唱歌来疗愈 让小朋友呢 能够会学会用闽南语唱歌 那最近最夯的这个 怎么样去反读啦 怎么样防疫啦 他都会有很棒的歌曲来教小朋友 我想我们小朋友真的是大开眼界 透过听音乐与了解词曲创作 开启孩子们对音乐的想象 李兆玲也期待新专辑 让现代人疏压疑 领悟 最终自我学习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 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